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,孕育出了许多优秀的文化,而且这些优秀的文化也被人们写成故事,记录在书籍之中,想要了解历史文化,我们就需要通过史书来达到,这里是单看世界,带你领略全球风云,探寻历史智慧。 如今中国历史上就有四本书,被称之为四大名著,每家每户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,而且在我国甚至是在世界上,这四本书都赫赫有名,他们也是中国文化的代名词,这四本书就是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和《红楼梦》,每一部都描写了一件件经典的故事,但是在以前,人们对于眼里的四大名著却不是这几本。 在明朝的时候,人们说中国的四大奇书分别是《史记》、《庄子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喜香记》,而明朝的一位文学家冯梦龙也提出了不同的见解,他认为能称为四大奇书的是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以及《金平梅》,但世人皆知,《金平梅》里存在着许多淫秽的剧情,这也让他被列为了晋书,到了清朝后,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横空出世,而且其中剧情非常精彩。 这也让《红楼梦》取代了《金平梅》位置,但是在建立新中国之前,还有两本名史和四大名著并列,被称之为六大名著,到了建国之后,这两本书却被淘汰了。 而且,这两本书也是广为人知的,这两本书就是蒲宗林的《辽斋志义》,以及吴敬子的《如临外史》,当时这两本书和如今的四大名著一起,被人们称之为六大名著,在当时的社会上,为了能够推动人们的文化水平,国家也提倡让每个人都学会读书,还要读一些历史名著,所以就让文学局选出六本书。 作为推动全国文化水平提升的工具,文学局也选出了这六本书,作为六大名著,让出版社大量出版这六本书,但是因为当时印刷局的纸张有限,不能同时印刷六本著作,所以必须淘汰两本,这个问题也让文学局想破了脑筋,到底淘汰哪两本书才适合呢? 最后经过再三思考后,文学局决定将六大名著改为四大名著,而淘汰的正是辽斋志义,和如临外史说道辽斋志义,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,这本书是清朝的文学家蒲松林所作,书中大部分讲了一些民间传说以及鬼怪的故事。 蒲松林从小就对于鬼怪这一类传说特别感兴趣,成年之后,蒲松林也喜欢在茶馆中喝茶,听当地人讲一些妖魔怪鬼的故事,久而久之,蒲松林也对于这些故事了解得越来越深,之后,蒲松林便打算将这些自己听来的故事用纸笔记录下来,再通过自己的加工,就变成了辽斋志义,在这本书中。 蒲松林表达了反封建礼教的思想,通过描写许多人鬼恋情的故事,来表达自己对于爱情的向往,对于爱情的理解,蒲松林认为世人不应该被传统观念所束缚,要勇于追求自己所爱,正是因为这种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,让辽斋志义,被文学局淘汰掉了,当时的社会下,要的是一种正能量的思维,而辽斋志义,却恰恰相反,有太多的讽刺情节在其中,说道如临外史, 是一部纯正的长篇讽刺小说,他的作者是吴敬子,吴敬子正是因为自己的亲身经历,而创作出了这本小说,当时吴敬子在年仅二十多岁时,就考起了秀才,但是在一次科举考试中,他却被意外驱逐,这也让他心灰意冷,放弃了读书这条路, 而如临外史,正是讽刺封建社会这种科举制度的小说,描写了封建社会的腐朽和黑暗,也是这个原因,让其从六大名著之中脱离出来,这两部书集,都是因为其中带有讽刺社会制度,以及反对封建思想的原因,从而被淘汰了出来, 换句话说,这两本书集的文学价值,以及内容的精彩程度,肯定不会比如今的四大名著差,但是当时的社会背景下,所需要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观念,让人们更好地去感受生活,而这两本书,也就此被人们渐渐遗忘,没有能够登上名著的席位,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遗憾,但更多的却是无奈,林冲,绰号豹子头,东京人士,原是八十万进军的枪棒教头, 妻子张氏,妥妥的美女一枚,岳父也是五人出身,进军教头之一,而林冲的父亲呢,也在朝廷为官,时任东京提侠官,可以说,一家子吃黄粮的人,林冲的生活自然是衣食无忧,家庭幸福的,然而,这一切却因为一个人, 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噩梦,这个灾星,便是高崖内,仗着有个有权有势的干爹,高求,无法无天,他看中了林冲美貌的妻子张氏,对其百般调戏,反观林冲呢,作为高求的属下,他不敢得罪高崖内,当然了,更不敢得罪高求,所以,只能选择忍辱负重,实在是活得憋屈, 可是,现实往往是这样的,你越是想躲避什么,你越是害怕什么,你越是躲不过,也逃不掉,高崖内为了得到张氏,无所不用其极,一次次的阴谋下,林冲的生活逐渐走向了深渊,高崖内先是在大街上调戏张氏,林冲不敢吭声,只能先忍下来,面对胆小懦弱的林冲,高崖内自然不会收手,他更加肆无忌惮,先是派人把林冲骗出去喝酒, 然后自己又偷偷潜入林冲家中,企图趁机对张氏施暴,幸好林冲及时赶回,妻子才逃过此劫,但他并没有对高崖内做什么,只是让他走了,作为一个男人,如此般行事,也不知道张氏当初到底看上他什么了,然而,高崖内并未就此罢休,他指使心腹路迁设计陷害林冲,使他误入白虎堂,被诬陷为谋反,并且判刺赔苍州,在押送前往苍州途中,他又险邪被杀, 其实按照他的本事,本不该如此,就算面对高崖,高崖内他无计可施,可是面对押送他的小喽啰,他还是有很多办法的,奈何他性格如此,一生懦弱也是无可奈何,幸亏遇到了鲁志申,否则梁山等不到他上去,林冲被发配苍州后,因为柴进柴大官人的推荐书信,倒是没有再受其他的苦,他被派去看守草料厂,然而,高崖的阴谋仍然未停止,他派出心腹路迁,复安, 企图火烧草料厂,逼死林冲,走投无路的林冲,在风雪交加的夜晚怒杀了陆谦和傅安,彻底与朝廷决裂,也算是终于难忍了一回,无奈之下,林冲只得投奔梁山,然而,即便是上了梁山,林冲的命运似乎就像是注定一般,并没有改变多少,梁山首领王伦,极贤度能,对林冲百般刁难, 甚至想逼他离开梁山,幸亏朱贵,杜谦等人相劝,林冲才得以留下,但条件是必须现出投名状,林冲与杨志大战三天三夜,难分胜负,最终在众人的帮助下,才得以在梁山立足,林冲在梁山的处境虽然有所改善, 但是他一直都没有得到过真正的尊重,直到朝盖等人的出现,林冲火兵亡伦,投效朝盖,才算正是在梁山站稳脚跟,然而,即便如此,林冲的心中始终未能放下对高求的仇恨,林冲上梁山的目的从来都没有变过,与李奎等大多数来梁山落草的人不同,其实梁山好汉,大多也不是因为国仇家恨才被迫入伙的,很多人的想法也都比较简单, 大吃大喝享乐一生足矣,当然宋江也不一样,他是为了有朝一日还能为国尽忠,轻史留名,林冲上梁山的每一刻都在思念着自己的妻子,一心想借助梁山的力量杀死高求,然而,这个愿望始终未能实现,林冲神速生擒护三娘,勇战忽严拙的连环马,拼死救回受伤的朝盖,但这些都只是他在梁山的生存手段,他真正想要做的只有一件事,复仇,高求水路进攻梁山, 梁山水军大败高求,将其活捉,林冲本想亲手杀死仇人,却被宋江阻止,宋江为了接受朝廷招安,不愿让林冲动高求一根毫毛,最终,林冲只能眼睁睁看着仇人被护送回京城,懦弱的本性再次表现得淋漓尽致,林冲的复仇梦破灭了, 他的一生也在无尽的失望和痛苦中走向终结,最终,他含冤暴病而亡,长久以来许多人都不理解,在《水浒传》中,梁山好汉们从来都是吊打别人, 可为何在征方辣时,却损失惨重? 对此,比较有代表性的理由,有两个,其一,《水浒传》的需要,所谓凡是有兴就有衰,梁山好汉们无敌在北宋末年,若不最后解决掉这108位天罡地煞,如何解释接踵而至的靖康之耻, 所以这个理由,与其说是《水浒传》的需要,不如说是历史的需要,若梁山108位好汉,在干掉方辣后还是全火生还,显然下面就要面对金国铁骑了,这就跟真实的历史发生了冲突,所以施奈安只能让水浒108将在这之前,赶紧烟消云散,其二,反衬出宋徽宗等的昏庸,因为在梁山好汉征讨方辣前,宋徽宗等人因一己之私,而索要走了神医安道权, 和兽医黄辅端等,须知这两位这两位的作用,就是为梁山好汉提供安全防护的,比如金枪手徐宁,因重剑无法医治而死,为此宋江都扬天长叹,要是安道权在,何至于让徐宁死去,还比如扬治的病死等,若安道权在,这都是可以避免的,同理,为何梁山好汉出现了那么多被马踩而死的,这就是告知兽医黄辅端的重要,当然, 还有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,比如方辣集团实力异常强悍,手下的战将不亚于梁山好汉们,且还吸取了田虎和王庆等的教训,只要活捉了梁山好汉便很快杀掉,不给营救世间等,自然,还有人独辟蹊径地指出,是因公孙盛在征讨方辣前离开了,使得梁山好汉们失去了正法护身,那么这个,看似荒诞的理由有道理吗? 笔者认为非常有道理,因为从公孙盛这里入手,是一个非常好的破解角度,皆知在梁山上有三大奇幻之宝,一个是宋江的天书,一个是公孙盛的法术,另一个是戴宗的神行术,宋江的天书,主要是给宋江制造天命的工具,朝盖有个七星入梦,宋江就必然要拿出更奇幻的东西与之对抗,故而宋江也就梦到了九天玄女给他天书, 由此,确立了宋江的天命论,最终把朝盖一脚踢出了梁山一百零八疆,公孙盛的法术主要是正法,扫除歪门邪道,比如降服繁瑞,乔道卿等等,但为何公孙盛却止步于征讨方辣钱呢? 其实这就是告知,方辣根本不是啥歪门邪道,他是堂堂正正要推翻大宋王朝的力量,等于变相承认了方辣,最后重点谈戴宗的神行术,因为从戴宗的神行术中可以搞明白, 为何梁山好汉们会损失的那么惨重,那么戴宗的神行术到底是靠杀施展的,水浒传中有过相关描写,我们先来看一看,如下,戴宗出到城外,身边取出四个甲马,去两只腿上,每只各拴两个,口里念起神行法咒语来,仿佛昏如嫁物。 依稀好似藤云,如非两脚荡红尘,月领登山去解,请客才离乡镇,骗食诱过周城,金钱甲马果通神,千里如同眼见,看到最后两句话了吗? 换句话说,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,因为甲马是不能重复使用的,书中也有相关描写,戴宗,解下甲马,取树墨金纸烧送了,有了对戴宗神行术的了解,也就理解了,戴宗为何那么贪财,以至于公开向宋江所要,因为他施法神行术需要钱财,这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道理。 在戴宗上了梁山后,便一直是主管梁山的情报工作。 在两败同贯,三败高求和攻打朱家庄,大明府等等战斗中,戴宗的神行术都起到了事先预警和探查情况的巨大作用,截至打仗,很大程度上打的就是信息,如今有了戴宗的神行术,信息传统的非常快,用钱堆起来的自然宋江能料敌之仙,既然戴宗的神行术如此重要,那么为何在征讨方那时? 戴宗却罕见施展神行术传达信息,相反,宋江在征讨方那时,却开始以众李俊、柴剑、燕青去对方卧底,那么戴宗的神行术失灵了吗? 以至于征讨方那时,根本发货不出作用来,对这个问题其实上面早有解答,那就是戴宗的神行术是依靠钱堆起来的,也可以理解为, 梁山之所以消息灵通,是因戴宗领导的情报系统,能用金钱砸开各种关节,因为北宋的内部总是有机可乘,如今,梁山来征讨方那的新兴势力集团,参考公孙盛的离开,方那集团是堂堂正正要推翻大宋王朝的, 自然其内部在这种新兴的状态下,是极其严密和团结的,这就让戴宗的神行术失去了发挥空间,用金钱根本砸不开。 如何能探取来情报,再说明白些就是,北宋内部早已千疮百孔,使得戴宗的神行术金钱换情报,大行其道无孔不入, 使得宋江能在信息战先的基础上调兵潜将,故而造就了梁山好汉们,战无不胜,可面对铁板一块的方蜡集团时, 戴宗的神行术金钱换情报完全失灵,就必须依靠应实力。 当面罗对面骨的硬拼,故而梁山好汉们失去了主角光环,开始不断死伤,最终损失惨重,也就毫不奇怪了。 宋江在梁山坡成为首领后,梁山军虽然强大,但长期依靠劫略维持生计,资源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们, 而宋江深知,没有稳定的资源供应和合法的身份, 梁山好汉们的未来将会充满不确定性,因此他坚定地选择了昭安这条路, 希望通过获得朝廷的承认,解决梁山的根本问题, 在接受昭安后,宋江立即响应朝廷的号召, 参与了一系列的征讨、行动,从田虎、王庆到辽国,再到方蜡。 宋江带领梁山军南征北战,为朝廷立下了赫赫战功, 然而,这些战斗也让梁山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, 在征讨方纳的过程中,梁山军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惨重损失, 原本众多的好汉兄弟到后来仅剩下寥寥数人, 这时,宋江内心的矛盾和痛苦也愈加深重, 尽管他是希望通过朝安保护好汉们, 但实际情况却与他的初衷背道而驰, 梁山军在朝廷的命令下不断奔波, 战斗中的伤亡让他深感自责和无奈, 然而,即便如此,宋江依然坚持自己的选择, 因为他知道,只有朝安才能为梁山争取到一线生机, 那如果他不选择朝安梁山好汉的结局, 会是怎样呢? 宋江可以选择与方纳联手, 共同对抗朝廷, 这看似是一个强强联合的策略, 然而,这两支队伍的精神内核差异较大, 各自的信仰不同, 他们就算联合起来, 那以后起义军队会因为内部分歧和利益冲突不断, 最终出现内部分裂和火拼, 虽然方纳军和梁山军有着共同的敌人, 北宋朝廷, 但他们的目标和动机却不尽相同, 方纳起义的目的是推翻北宋政权, 建立一个新的统治体系, 而梁山好汉们更多的是为了生存和尊严, 这样也会使得他们在联合行动中, 难以形成统一的战斗意志和战略目标, 此外, 方纳军和梁山军在组织结构和战斗方式上也存在差异, 方纳军主要依靠江南的地理优势和摩尼教的信仰, 而梁山军则依靠水坡和兄弟情义, 他们之间的差异在联合行动中可能导致战斗力的分散和指挥的混乱, 进一步削弱了起义军的整体实力, 即使成功联手方纳, 梁山和方纳的联合起义军也难逃被朝廷镇压的命运, 北宋朝廷的军事力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被起义军削弱, 但依然还是十分的强大, 起义军在资源和人力上的劣势, 使得他们在长期战争中处于被动地位, 内部分裂和火拼使得起义军的战斗力不断削弱, 最终难以抵挡朝廷的反攻, 又或者如果宋江不招安, 而是选择继续维持梁山的现状, 梁山好汉们将继续依靠攻城掠地, 归顺县礼和截掠获取资源, 然而, 这些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, 用之不竭的, 随着时间的推移, 周边地区的资源会逐渐枯竭, 梁山势必会陷入困境, 没有足够的梁草和军饷, 梁山内部矛盾加剧, 人心涣散, 最终出现内讧, 导致分崩离析, 因此维持现状看似稳妥, 但实际上是一个慢性死亡, 温水煮青蛙的过程, 梁山坡地势险要, 一手难攻, 这一优势使得梁山在初期, 能够多次抵御朝廷的围剿, 但随着朝廷对梁山的围剿力度不断加大, 梁山的资源也面临枯竭, 宋江深知, 长次以往, 梁山将陷入无法自拔的困境, 所以维持现状, 不仅无法解决梁山的根本问题, 还可能会导致内部矛盾激化, 最终导致梁山的分崩离析。